不可以被之前的失败吓到 失败是成功之母 一会儿回家给老爸做一顿好吃的 下午继续战斗 苏年年 你可以的 你看你把我车撞成什么样 赔钱你 别别别 听见没有 你赔钱啊 你不说话就能躲过去了 我告诉你啊 爸 你别动手了 我 怎么动手啊 我 他撞了我的车 苏年年 我不 我把人车给碰了 我不是故意的 你不是故意的 你没长眼睛啊 你撞了我的车就得赔钱 是是是 我一走神我就碰了你的车 啥 走神 你怎么不说你梦游啊 赶紧赔钱 你 你不陪我揍你信不信 你车撞了撞了 你报警就好了 你打人干什么 哼 碰了我的车 还不许我说话是不是 要报警 行 报就报 找警察来处理吧 年年 爸 你别怕 让警察来处理 年年 年年 当初签合同的时候 有明文规定 不能处交通事故 要不押金就要不回来了 所以不能报警 年年听爸爸话不能报警 快呀 报警啊 不报是吧 不报我报 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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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不报警好不好 私了私了 这钱我赔 我赔 私了是吧 行 赔我两千 两千 这么多 我告诉你 我这可是进口车呀 两千 一分都不能少 要不然找警察来处理吧 好好好 两千就两千 我赔你 对不起 我身上就一千六了 你先拿着行不行 不行不行 一分都不能少 你先拿着 我回头再想办法 嗯 我明天再给你 好吧 你先查查 我再想办法 我明天再想办法 行不行 四百 够了吧 年年 我哪儿要的钱你 算你们走运 要不然我真揍你 好 先进 去 年年 你先回家 爸爸出没完就回家 好不好 过来过来过来 啰嗦 你这样能行吗 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希望他以后能明白我 那倒是 不过你撞了我的车 这是 残忍 这得凶啊 要花钱的 钱给我拿来 来来来 拿来 我还不了解你 你不留点钱给我吃饭啊 行 改天请你吃饭 好 行了 保持话 这个苏大致 连自己女儿都坑 太可笑了吧 何门 何门 什么 你们几个做的 你们知不知道当时年龄有多危险 我们当时就想吓她一下 我们当时就想吓她一下 没想到事情这么严重 我们也怕她高老师告状 所以就没敢道歉 所以说 年年知道是你们几个 她应该知道 我 都过期一周了 到现在还没来学校 苏年年能来群莹 本来就是个意外 你们呢 时时刻刻逼着她离开 星宇 我们这不是 让你帮我们把她劝回来吗 你们换位想想 如果是你们 这件事想怎么做 星宇 我们错了 我们知道错了 你跟苏年年最好了 你说话她肯定听了 星宇 够意思 我 我们大恩 莫齿难忘 都什么时候了 嘴还没个把门的 苏年年什么性格 你们不清楚啊 她这么坚决地要离开 我没有细心把她劝回来 而且我也不知道 她家在哪儿 我已经找到她家地址了 先看一下 谢谢 帮我们说个对不起 再说个谢谢 男子汉大丈夫 做事别婆婆妈妈的 不是 你们如果真有诚意 还是自己去吧 不是 我们不是没想过自己去 我们就怕我们仨一去 把人吓着了 那不更不回来了吗 你就帮我们 先把人劝回来吧 回来我们再道歉 一言为定 年年 你爸也太过分了吧 怎么可以这么骗你 她可能是有难处吧 可是你这么努力 又这么勤奋 她没有理由不帮你啊 不管她怎么样 反正我不能再浪费时间了 后面 谢谢你帮我找兼职 如果可以的话 能不能再帮我 多找几份兼职 我想多赚你钱 工作倒是有 学校里很多学生也有在做 不过年年 我不知道这份工作 你适不适合 我可以的 我没问题 这个工作呢 就是在酒吧里 做球水大促销 不过这种地方很乱的 你确定你可以吗 我应该可以的 我是去卖酒 又不喝酒 可以的 年年 酒吧你可从来都没有去过 我还是担心你会应付不来 那个地方不就是酒鬼多一些吗 没关系 他们喝的是酒又不是人 我可以的 就他了 周远 江老师 请坐 江本老师 那苏年宁现在情况怎么样 周远 我跟苏年宁的爸爸通过电话了 听他爸爸说 这苏年宁同学 现在是一门心思 想着攒钱复读的事呢 我估摸着这次啊 吃了胜脱贴了心了 应该不会回咱们群了 真是个倔强的姑娘 不过无论如何 不过无论如何 我们还是得把他找回来呀 他可是难得一见的好苗子啊 你看他身上那股倔强 我相信在群英 他会发挥作用的 主任哪 我何尝不想留住苏年年同学呀 您想想 自打我从群英毕业之后 那群英哪还有像我这样的学霸出现呢 好不容易盼来了一个苏年年同学 他跟我当年那是旗鼓相当啊 我一见到苏年年同学 我就喜欢他 这这这 有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 可是主任 他跟班里同学的这个差距太大 太大了 所以关于 苏年年同学的问题 我也很头疼 不如这样吧 不如这样吧 以后大家常聚一样 喝 紫辰你这就不厚道了 自从上次认识你以来 还是第一次在这边聚会 对啊 大家都很惦记你 来来来来 我赔罪 来来来 那我赔罪 赔罪啊 我们下班喽 拜拜 赶紧上班喽 加油 拜拜 不就是高跟型了吗 我也可以 先生 需要酒吗 可以啊 你喝多少 我就买多少 老板拿个杯子 我会喝酒 那我帮不了你了 这酒挺好的 看这色色 先生 需要酒吗 可以啊 不过 要和我们喝两杯啊 对不起 我不会喝酒 对不起 推销员不会喝酒 开玩笑吧 他怎么喝在这里啊 上洗手间 来 喝 你喝的越多 我们买的越多 怎么样 我不会喝酒 我不会喝酒 如果你们不需要 我就不打扰了 请问 你们需要酒吗 这牛没见过呀 新来的吧 我看应该是吧 长得还不错哦 要不一起喝吧 这杯给你 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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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吧 来嘛 喝一杯 美女 拿一瓶威士忌 顾紫辰 可以啊你 退了学来这种 破地方卖酒 你管得着吗 把这杯酒喝了 把这杯酒喝了 你们店里所有的酒 我全都买了 好啊 顾达少爷 你看他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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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啊 你是怎么做事的 怎么泼客人一池水呀 哪儿绕的服务员 他是我们新来的酒水推销员 不好意思啊 老板 把他拉出去 把他拉出去 老板 是他了错 老板 对不起 对不起 请坐 请坐 今天装上所有的酒水 算我请客 我买单 好 老板 够意思 帅哥 持续啊 我们以后会常来的 是吧 紫辰 我走了 滚 顾紫辰 顾紫辰 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工作 你还添乱 烦死了 真讨厌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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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死了 看 好疼 哎 谁呀 快 救命啊 放假了 救命啊 救命啊 放假了 你好吵 怎么又是你啊 顾紫辰 怎么哪儿都有你 烦不烦呢 开心吗 开心什么 因为你 我工作没了 脚也扭伤了 你还是怎么样啊你 请你回家啊 告诉地址 我不用你送我回家 装什么好人啊 多管闲事 我装好人了吗 快快来这儿好人啊 我呸 别那么多废话了 赶紧告诉我地址 我有手有脚 我凭什么让你送我回家啊 你有脚吗 你不刚说那么脚伤了 我 好好好 不用是吧 司机 给他扔出去 反正这么晚啊 来个色狼啊 什么流氓啊 给他带走 他应该挺开心的 停 好 你也可以送我回家 不是我逼你的啊 还有 下车 我要换衣服 司机 下车 我进去了 有病吗你 我进去了 你 你 孙杰杰 孙杰杰 你很缺钱吗 对 我们家穷的吃不上饭了 怎么了有钱人 你要给我钱吗 你如果需要的话 我可以帮助你 啃老族的钱我还真不稀罕 自己留着寄生吧 我们家也有钱 当然 也不是我的错 不过我要劝你一句 那种地方以后不要去 凭什么你能去我就不能去 你以为你是谁 你凭什么管我 怎么说 我也做你绯闻男友了 我呸 我告诉你 你别以为高考那次车祸 就这么算了 我是拿不出证据 否则一定会让你 付出应有的代价 找证据 好啊 如果你需要我的话 我会帮你 等你知道真相的时候 你肯定会感救 顾紫辰 我现在落到这样的下场 就是因为你 你还想怎么样啊 好吵啊 你像人家害者 司机 前面直走 前面直走 你接电话 接电话 你接电话 年年 你怎么才回来呀 脚怎么你 你怎么不说话呀 叔叔 宋年年在半路摔了一下 我正好路过就给他送回来了 谢谢你啊 小伙子是你呀 你认识我 你不记得了吗 上次你喝多了 是我开车把你送到学校的 你是哪个系的 学什么专业 这么晚了 还能进得了校门吗你 要去英机一点 我女儿也在群英读书 我说是缘分吧 我说苏年年怎么有机会 在我脸上乱话呢 原来是这么回事 苏年年 会讨在这儿一算账 好 谢谢你啊 小伙子 其实我敢谢谢你 谢谢我 是你救了我们家年年 不记得了吗 高考的时候 在路上 你 云青 脚扭了 练不练海 爸爸看看 用不用给你打盆热水泡泡脚 嗯 爸 爸 你从来就没有为我着想过 你这说什么呢 你这 我是您的亲生女儿吗 我从小到大 乐花过你一分钱吗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爸 我 不 你当然是我亲生女儿了 这胡说八道什么呢 把我都说糊涂了 那你为什么要把我 骗到这个学校 然后不让我去复读 告诉我家里没有钱 给我交学费 找人把我辛苦赚的学费 骗回去 爸 你真的很让我失望 你知道吗 对不起 姐姐 爸爸不该骗你 其实爸爸这么做 就是希望你能回群营读书 爸 你以为我辛苦念书 是为了谁啊 我是不是看你每天太辛苦 我想考上好的大学 然后有能力让你 过着好的生活 你为什么一直阻止我 一直阻止我爸 我真的跟群营格格不入 难道群营小点树里 有你的芭比啊 年年 群营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糟 当年爸爸妈妈就是在群营认识的 后来才有了你 如今你也在群营读书 明明当中是不是有天意啊 年年 年年 爸爸感激你 为爸爸着想 可爸爸 可爸爸真的很满足 因为有你 你是我的乖女儿 有你爸爸就什么都不要了 听爸爸的话 回去应该读书吧 爸爸求你了好不好 你 你 医生说 年年现在的身体状况 不能像以前那么拼命地学习了 我也是没有办法 才红着年年去群营去读书 一来 是那里学习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二来 是因为离家尽 没想到苏年年来群营的真实原因是这样 如果她知道无法实现去冥想的理想 肯定会绝望吧 对 我们家穷的吃不上饭了 怎么了有钱人 你要给我钱吗 你如果需要的话 我可以帮助你 啃老族的钱我还真不稀罕 自己留着寄生吧 我告诉你 你别以为高考那次车祸就这么算了 我是拿不出证据 否则一定会让你付出应有的代价 等你真的真相的时候 你肯定会感激我 顾紫辰 我现在落得这样的笑容就是因为你 你还想怎么样啊 苏年年 对不起 那我承认是我撞到你好了